那这边王媛媛和简白一牵一牵 直接想要把简白撞下来 但是简白抢到了一个身位 那WY只能是选择另外一个防区去拿枪了 一方是穿着一袭绿棉袄 而王媛媛是粉红色的罗里塔的小裙子 再配合着一个双马尾 这个两位选手面对这个比赛的这个心情啊 我们是可以一见分晓 简白就是标准的路人高手装扮 是的 而王媛媛这边就是标准的花里胡哨妹子装扮 自从和这个花痴作为了队友之后 这越来越花了 就是这个双马尾也搞起来了 看看这边吧 这个王媛媛这个反应好快啊 得亏是简白有个头啊 不过刚才那箱也没挂到 但是呢也是成功的在这波的交锋当中拿下了胜利 但是不求人显然浪费了这样一个资源 看看这颗雷 这里是个闪 北斋没有被闪到 不求人员原本不想落地柔点了 但是没有想到往旁边走 往北边来到这个派子自闭房还是有 哎有头了 那就可以刚了 刚才他不刚主要是因为没有头 这边的话被吴兹先打了一套磕货 北斋做了一个预判 觉得不求人员会从这边出来开火 算子弹 不算子弹 陈欣王先走 打到33发 要直接刚吗 这个有点太着急了 说实话呀 这个好猫 但是上面的派大清可不是耗子 不是好惹的 再看这边 王延远对着陈欣 哎呦 又是经典的这个位置啊 小马一丢丢 全打在墙上 提前一颗火 封住对方上前的脚步 给自己营造一个打包的时间 喝饮料 但是二龙啊 容易被清 就是这两个窗口 不是 一下打满 闪到了 在WY面前使用闪光弹 王门弄闪 这王门弄闪 看样子是没法拿到胜利 这王门弄闪 纯杰是有点 错误的预估了闪光弹的持续时间啊 一个地图上有很多的建筑物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判断它的位置 但是有过高光操作的选手 是可以给这种位置秘密的 是的 而王圆圆 恰恰用它的闪光弹在地图上 找到了属于它的点位 先看这边 维森大战像素 自己手中的枪械并不占优势 这个维森上场比赛 刚拿到胜利 这落地的时候 战术选择也不是特别的刚 但没有想到 还是在野外碰到人 就像个 唐姆逊这个位置 很容易被像素玩死啊 这确实啊 你这个武器 这么远的 不去夸他 但是他的单排 他的这个迷惑行为 真的是让我觉得 他刚才是不是在如厕呀 让我们很难不去笑呀 维森真的在单排赛当中 让我们感觉到很多的欢乐 但是我相信 作为选手的他 肯定还是想减少 这样的画面发生 再来看这里 另一颗反弹几何雷 没有能够捕捉到对方 但是成功逼了一下身位 看另一样子想跳 但是手里没拿枪 犹豫了 刚刚那波操作 在令的眼中 我觉得是犹豫了 继续避位置 但是对方的雷 已经开始捏起来了 令觉得有点危险 令在很长一段时间 之所以他正面能赢 是因为他非常的流畅 他的动作衔接 是几乎没有这个顺色的 波操手中 没有开枪的机会 这就是令赖以成名 带走的舒涵 不过身后一二三 二三名都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说这是路人王辉 98k等一众好手的 追分好机会 所以说这是 先看看这边吧 刀打低 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下比赛 是可能有人冒头的位置 98k 阿兰原地的左右摇摆 最终还是眼睛回来了 花痴 转移的过程当中 你看这种的就是明显 没有什么单法经验 你说 烧自己绝对不客气 阿兰的视角当中 确实也是 这个这个气 这个这个新气 来了 焦点大战 WY大战令 而且是一个经典房型 假车库 如果说之前 王辉的那个敌人 在王门弄闪 有点开玩笑了 但是在令的面前 你用投资物令 令门弄雷 但是WY曾经也是雷王呀 这两位雷王 同时不用投资物 来开始正面操作 谁能够拿下 这有点让我们想到了 这个正面猛男对掏的情景啊 令第一时间是 切了一下低人车 但是没有想到 对方WY早有准备 而且WY身上有黄条的 令应该要找一个角度 赶快去打一下药吧 令还是拿出了 他赖以成名的绝招 非常的流畅 从一楼一下子 就来到了二楼的小房间 而WY此时也是步步紧逼 他知道自己血量有优势 想要横跳出去 但是这个窗户没破 所以低时间的测跳没有成功 王悦悦跳下来之后呢 发现令又换了一个位置 O的紧随其后呢 就是一个死神啊 根本逃不过 有点难受 还在往前追 令又来到这个房间 他又要往上走 在这么几次的 闪转腾挪之间 双方都追了 令终于是 把WY绕晕了一下 找了个时间打药 要不然这一波 他扛不过去了 这是假动作 是的 原本令想从这个位置 继续的上去 但是王悦悦早就已经 堵在了这个位置 这样的单挑 真的是很少能够见到啊 只能说在那么一瞬之间 双方都明白 是 对面的这个人 不一般 怎么打呢 不一般的人 还在往前追 令要上车了吗 没关系 千万不要因为 令的这一波上车 你就以为他开溜了 他要换一个角度 他要拉一个位置 他觉得对方近点 非常擅长 闪斩藤魔 我就拉到远点 跟你打一个中远距离 你中远距离 你扫了我 那我就直接拉走 跟你打一个远距离 你远距离扫我 那我就直接活到决赛圈 我们打一个最后的皇城battle 这一波我明白了 那是令 跳窗 没有破玻璃 但是恰恰 因为那个玻璃没有破 王悦悦没有打到 王悦悦已经守到了 那个门外了 你知道吗 只要令从那个房间 一跳出来 直接就死 对 但没有想到的是 卡了一个时间点 他那个侧跳没跳出去 这个造化弄人 是啊 这个真的 终于让我们看到 单排在好看的地方 这边苏七被扣脚 要这么远的距离 红点单点输掉了 再看这边 明明 两把UTI 他已经掌握了单排密集 什么远点对枪 不存在的 这是海岛地图 今天就是一顿猛青 好 完了 被原先打了 最终还是倒在了 污渍之下 不行不行 还是要 要 这个步枪配冲锋枪 哦 北斋一顿 操作之后呢 贴到了灵莎的近点 但灵莎这颗手连 哦呦 弹一裤 直接把血量拉平 吓坏了 北斋也知道 不能挡着你的面打包 你要不然再来一颗雷吗 灵莎冲进房间 确实先选择打一个包 你这不是给对方机会吗 听到了北斋 难道是 势地弱 难道是 诱敌深入 可是北斋完全不上 完了完了完了 对方已经把药打起来了 不过主线原点好像在输出 所以说灵莎也不一定好过 我们看过单排获胜 是残血的时候持续的压制 但是残血的时候 疯狂的跑路 能够拿到单排的胜利吗 看看这一波 看看北斋已经无路可退了 灵莎门被关住了 主动拉出来打 北斋想的很妙啊 他这段三还没有刷到 这段四的时候 人数就只有22了 另 离开了那边 是非之地 落地就直接 你看看 我们说什么 我不是我没十七八十发 打到现在还有160度的发 其实他没有怎么扫 是 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去 通过扫射拿到一个人头 哎 令这边穿过了 四个防空洞的小山丘 居然是没有一个人对他开枪 你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霸气 这就是顶级选手之间 这种霸气的 是展现自己的技巧 你怎么就先我离 离去了呢 一声叹息啊 回到比赛 鲁人王辉又对阿军开始开火了 鲁人王辉目前的一个积分 应该是在第四名左右 所以说这场比赛 前三名都被淘汰的情况之下 他极有可能通过这场比赛的吃鸡 然后拿下第一名 另外一边 像素奔场比赛 也是拿下了四个淘汰 是的 像素在对于拯救了一百 这个大爷 这一波扫车没扫下来 没事 回去训练的这个方向 训练的这个项目 应该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了 对啊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这很重要 再看这边吧 删着不错的位置 但是他还是要始终往圈里 挺近的 嘟嘟要提起来了 只剩了一三线 停车的时候一定要稳住 你看明显雨漠的扫车 这个能量值非常非常 哎呦 提前刹车 善用刀兵者必死于刀兵之下 很多人说我在前期 没有在房间里面打那一波 没有和王宁判若两人 微笑 很危险 其次没有物资 哎呀 福地的四倍 左右的偏移 虚位的大了一点点 再看这个方向 灵溪 虽然说拿的淘汰不多啊 但是确实是 哎 这是一次急刹车的灵魂摆头 让他刚好从那个驾驶位 落下来之后 是有一个掩体可以趴的 阿兰应该是被爆胎了 所以说刚才那个飘移那么潇洒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他还是没有能够成功 活过我们的路人王辉哥 辉哥不会要去舔包吧 刚才那个过程当中 发现那个坑是没有人可以打到的 赶紧先过去舔一波 看伞兵的这个方 讲的话 大家都是想对这个烟雾 包括这里的舔盒子的人 有些想法 但是杉志刚刚刚的那个角度 是完全可以输出的 他有围墙 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开枪呢 哦 伞兵应该是会选择开枪了吧 伞兵打的是辉哥 这感觉有一点血脉 所以说对于他来讲的话 还可以大胆的去取笑 追求自己的幸福 最后微笑 两发子弹 还是不出意外的带着柠檬 而且呢 Z9在身后也是成功着 借用他这个输出的尸击 就打了那么一秒钟 很可能一秒钟都没有 就等了最后两发子弹射出 就把自己给射死了 伞兵旁边还有个小摩托 这可能是他 接下来圈行不力的时候 求生的力气 这个摩托 从何而来的呀 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是他骑过来的 他骑到这儿 然后爬到旁边 最终还是被斩落马下了 伞兵怒斩辉哥 全脉的优势 压制并不足 有摩托骑呀 不过好在这边移呢 手中是一个红点 要不然的话 剩下八名选手 跑路部位虽不在圈内 但是前方有摩托 再往前也有辉哥 没有那个时间呢 目前Z9是牢牢的卡的 他还要开车 他不给机会 主要是Z9 他这片位置 一起上来 Z9 他不给自己机会呀 这真是不给自己机会呀 这个距离 扛着散兵的架枪 强行的往前走 他的那个 是响风这个过点 但是还是我们上场比赛 一样 他的那个拖度太大了 就是他这个 载具呢 目前正中央的一个土王子 感觉非常不错 而这边是NV 腾讯视频的小姨碰上了灵溪 灵溪这边屋子不是很好 正面首先的爆头 又被雷了一下 血量还没有开到 怎么就见底了呢 对的 那现在在场上的话 随着 第三只 鼓牙扣脚压 剩下三名都是 NV腾讯视频战队的选手 是的 灵沙也肯定是因为 在单排赛当中的量力发挥 才被提到了这个 LGD的首发的位置 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现在正面面对小姨 看看怎么打 灵沙目前还是踩出了高点 但是这是TPP高点的位置 先被发现了 远点 ODER 一瞬之间 几乎隔了0.0001秒 帮助自己的队友报仇了 是的 拿完了之后 迅速的想回去舔这个包吗 一个是高点 二一个有包 但是他不 这两名选手 从枪械上来看的话 看扣脚样的副枪是什么 那这个空头忍不住 然后去舔 被散兵给收掉了吧 这如果是之前 不会了 不会了 他已经舔了 他舔的是另一个空头 为什么会往这个山上走 因为他已经开始 朝空头的方向 那这样已经舔了一个空头了 那下面那个空头 肯定就没必要了吧 完全没有必要 对 空头在单排赛当中 最重要的是三头三甲 而令现在不仅有三头三甲 还有骨肉掌 那散兵心里面就想了 这场比赛令还在场上 那我 可以直接蹲这个空头 不会吧 他这也要去 他应该是想要绕 他已经定位到 那个石头位置有人了 如果这个时候 令要真去舔这个空头 那我们只能 这个佩服他 还好 我们看他的转移的位置 已经是拉到了非常边缘 而是安全去刷在他的脸上了 这个 这真没必要 这一波 什么也没捡到 血量被扫成了半残 代具也不太行了 三头三甲也受到了损伤 赶快把这个空头给盖上 用两个惊讶的emoji 盖住了我们的眼睛 但没有盖住 令的眼睛 散兵也发现他了 我觉得散兵的这台车 很可能选择的目的地 就会是 你看 头上的高点 就令的这个高波 优势马上没有了 不过令这边 多趴射 好在 有一个地形的改变 完了 令有点着急了 赶紧往后走 这个老哥 他的身法有点熟悉 这个气息有点不对啊 不过呢 我觉得STE的山智 现在还是在场上 占据有绝对的优势的 因为他是场上 掩体最好的人 可以这么说 而且更靠近圈的正中心 令又回到了 那个小厕所 哈罗伯 现在还不在圈内 踩着高点 看看能不能跟令 对一波枪 他就是这么想的吗 还是想开个更铁的载具 往这边冲 肯定不是一个好想法 对 还是得先对一波枪 但是他不在圈内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定得先对一波枪 下面的每一棵树 每一棵石头 都有可能会对散兵 形成一波扫车 现在已经知道了 最大的威胁 还是来自这个烂厕所 第一波扫车 过一棵树没扫到 第二棵也没有扫到 第三个再扫不到 就没有机会了呀 机会不大了 最终还是来到了 扣脚样的脸上 扣脚样第一波 玉苗没有能够成功 给了散兵机会 但是原点的令 最后收下了 Powerbird的这个Frag 这Roster的刹车性能 是非常的棒 这个停车 如此高的速度 居然没有把扣脚样 给铲倒 即使那边的人 已经被淘汰了一个 那令这里 还是按耐不住 往这个空头靠的欲望 按耐不住了 忍不了了 受不了了 虽然说第一波 我没有舔到这个空头 差点被打死 但是我始终 还是要朝着 这个空头的方向行进 一个手雷 排了一下石头的近点 但是一般人 不会爬到你这一侧呀 目前场上存活的 三位玩家 来了 分数最高的是山智 16分 他就算是拿到了胜利 也不会改变 前三的这个名次的差距 这个 哎呦 狗杂到就是狗杂 但是这波来讲的话 另是在名处打名牌的 山智呢是一直没有漏过 而且阶段八把山智刷在了全中心的位置 看看山智能不能抢上这个高坡了 令已经拿到了六个淘汰 山智还是用头之物持续的朝这个冒着烟的石头输出 令这边又换力太载距了 山智最大的劣势就是他是一个二级头 而对面的令是一个三级头 头比较铁 开了一辆载距 拉到近点 就是要和你轻嘴 一为一 哎 但是这边没有掩体啊 一个这么大的折身 哇 山智 这也太大了吧 山智没有把握住 但是还是依靠这样一个大大的过点 打残了令 一颗闪光弹 有没有 闪到了 哇 天天啊 单排的获胜秘籍 就是势敌已弱 在这一刻 WYY灵魂附体啊 虽然说 我们两个人没有在顶峰相见 但在这一刻 WYY魂穿到了令的身上 一颗闪光弹 带来了一击 我用你最擅长的方法带走敌人 开始